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讲 我们就来说说 骑士和武侠有没有可比性 这不只是一次文学形象上的对照 也是中西文化的比较 我们先来说历史 有骑士文学 当然先要有骑士 关于骑士的起源 西方学者有不同考证 最早可以追溯到八世纪的日尔曼骑兵 或者北方蛮族首领的军事普从 骑士拥有坚强的盔甲 快速的机动性和强大的冲击力 在火药出现以前 是战场上最强大的军事单位 对欧洲的统治者们来说 建立一支骑士卫队保护自己 是件非常必要的事 但是也非常奢侈 当时的战马十分昂贵 打造一件骑士的锁子甲 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于是作为宝贵的战争资源 骑士成为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集团 到十一世纪 基督教建立了覆盖整个欧洲的组织体系 也对骑士阶层进行了教化 骑士们的行为越来越文质彬彬 从中产生了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首先要忠于上帝 做基督的战士 骑士们组成骑士团 参加十字军东征 和异教徒展开宗教战争 其次 骑士是要忠于国王 因为很多欧洲王国都是政教合一的 在这种集体生活里面又形成了骑士制度 它是一套宗教伦理规范和军事化礼仪 文学家诗人海涅说 骑士的诞生是基督教在转化蛮力过程中出现的最稀奇现象 所以从身份上看 侠客和骑士的首要区别在于 他们的社会属性不同 骑士的身份是社会主流 关于骑士的制度和指挥权 关乎当时欧洲的政治 军事局势 而骑士制度的基本逻辑也是要区别于平民 在基督教世界里 骑士不会和骑士以外的人比武 而中国侠客就不同了 他们生活在民间社会 游离于主流权力之外 能不能称为侠不在于身份 而是行侠仗义的精神 骑士文学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内容是传达骑士精神 歌颂骑士的功绩 我们得明确一点 这一讲说的是文学中的骑士形象 不见得就是现实中的骑士 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波兰小说家显克维之 在他的历史小说里 十字军骑士就完全没有骑士文学中的样子 他们骄横跋扈 肆意虐杀波兰人 我们接着来说最正统的骑士文学 法国史诗罗兰之歌 是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开山之作 骑士罗兰是查理曼大帝的侄子 也是一个贵族伯爵 他在比利牛斯山脉关爱一战 以寡敌众和异教徒作战 最终战死 长诗里面没有多少描写厮杀的场景 而是集中笔墨写罗兰骑士如何虔诚 在战场上 他把垂死的战友带到主教面前 让主教为战友赎罪 对歧视罗兰的最高赞颂是 从来没有人比他更积极地服侍上帝 直到罗兰自己战死的时候 是转过身来面朝异教徒大军 以示要收回被对方占领的西班牙 他枕着号角和查理曼赐他的宝剑 再次向上帝祈祷 恳求上帝原谅他的罪过 我们今天觉得这些描写很夸张 但是诗歌里描述的精神状态 在当时是有现实基础的 在中世纪 从贵族到平民 几乎全部处于宗教迷狂状态 那时对一个人最可怕的惩罚 不是绞刑或砍头 而是教会宣布 他的灵魂永世不能进入天堂 罗兰的形象是中世纪骑士们的楷模 骑士不怕死 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宗教战争中阵亡 可以凭借着虔诚和荣誉升入天国 在罗兰之歌里面 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黑暗降临罗兰的眼帘中 上帝立刻派来了天使和圣徒 接引他的灵魂升到了辉煌的天国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 侠客和骑士除了身份之外的第二大区别 那就是他们的精神基底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侠客精神是完全的世俗化 侠客匡扶的正义是生活中的善恶 侠客维护的是非也是现实的秩序 在金庸的小说里少不了和尚道士 但我们最好把他们当作三教九流的职业来理解 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底色 从孔子开始 儒家文化精英几乎都是含蓄的无神论者 而骑士文学就不同了 对十一世纪以后的骑士来说 封建义务要排在宗教义务之后 他们是教会和世俗之间的桥梁 他们成为骑士的誓言士 做教会的卫士 做寡妇和孤儿的保护人 你看 行侠仗义的行为 也要以信仰的名义进行 宗教上的前程是骑士的内在精神 我们再来说一说外在言行 我估计你也不会有兴趣去读中世纪的骑士小说 如果你要想象一个那个时代的模范骑士 可以回忆一下权力的游戏里的女骑士布雷尼 她的原型就是中世纪骑士 另外还有一个你肯定熟悉的形象 那就是唐吉赫德 我这不是在说反话 唐吉赫德虽然生不逢时 但他真的是严格恪守歧视精神和歧视制度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读者从这部小说里读出了悲剧感 海涅在少年的时候读完小说 在自己家的葡萄架底下痛哭了一夜 西语文学专家陈仲义老师说 作者塞万提斯真正批判的是当时西班牙庸俗的市民文化 其实他也认为崇尚光荣奉献的骑士文化 才是欧洲文化的正统 只不过他知道这一套东西过时了 如果细读小说 你就会发现唐吉赫德也不见得不知道现实是什么 只是他不愿意接受而已 在小说里面 只要不是讨论关于骑士的话题 他的谈吐就很高明 学问也很渊博 是一个博古通金的长者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把他的故事 和骑士文学辉煌时代的那些主角们一起讲述 这也算是对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尊重 骑士文学的主角都有三大美德 第一大美德是基督徒的虔诚和虔功 虔诚的快感 有点像减肥时饿得两眼发花站在秤上 是一种痛苦中的极乐 骑士制度里面有很多类似苦行僧事的禁欲和自我折磨的内容 像有的骑士发誓冬天穿单衣 不睡床还要定期戴上镣铐 对于这类事唐吉赫德也乐在其中 没饭吃的时候 他说游侠骑士一个月不进水米是一种荣幸 至于千功也对应着一套高雅优美的言行规范 骑士的行动坐卧 吃饭说话有全套的规则 唐吉赫德的言行也向来彬彬有礼 骑士的第二大美德是忠诚勇敢 我们都知道唐吉赫德大战过风车 当他把过路人当成了劫持贵妇人的强盗的时候 也是立刻拔剑就上去解救 第三大美德是坚持对一位贵族妇女的崇拜和纯洁爱情 也就是说骑士既要是好战士好信徒 也要是行为高尚的好情人 不过有点奇怪的是 在很多骑士文学里 那个贵族妇女都是已婚的 所以恋爱方式也是以精神恋爱为主 唐吉赫德的心上人是贵妇人杜尔西内亚 他把自己的每次冒险都当作在为他争取荣光 不过唐吉赫德的随从桑丘提醒他说 杜尔西内亚其实是个很丑的村姑 还长着胸毛呢 这个时候唐吉赫德回答 我只要当她是尊贵美丽的女子就行了 古代人歌颂的美人也未必真的都是美人 所以说真实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是很清楚的 在十八世纪以后 读者们不再将唐吉赫德看成简单的喜剧人物 而是发现了他坚守道德令人尊敬的一面 是文学中的最后一个骑士 这提醒我们 骑士文学和武侠小说 虽然从内到外都不一样 却有一个相近的作用 那就是他们都是世人浪漫情怀的寄托 在真实的欧洲历史上 到底有多少高尚纯洁的骑士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绚丽的骑士精神 却是那个黯淡时代里的光明 根据文化研究 当代西方文化中的贵族范和绅士风度 那些举止和礼仪 起源于中世纪在法国形成的骑士手则 在中国人的生活里 真的侠客其实也难得一见 但是人人都会去做一场侠客梦 因为每个人群都需要从自身文化中寻找救赎 骑士精神是欧洲中世纪结出的奇异果实 骑士文学和武侠小说不同 中国侠客捍卫的是现实法则 而西方骑士坚守的是宗教信仰 中国侠客远离权力 西方骑士则是社会主流 不过从阅读体验来看 他们都有一种多情而动人的英雄主义 今天的很多现代礼仪来自西方的骑士风度 你觉得中国的侠客风度 有什么能够被现代人借鉴的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下一回我们来对比中国的武侠小说 和日本的武士小说